从水变油到宿楼变油,当骗局照进现实 大家好,欢迎回到宋世新宇 今天我们聊个有点年代感的话题 水变油,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故事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没听说过 就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是一个让我们很多人热血沸腾的伟大发明 当时有一个叫王洪成的人 他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水机燃料 只要在水里面滴几滴他配置的母业 水就能像汽油一样燃烧 这个事当时闹得还是非常大的 甚至都登上了主流媒体 引来无数的投资者和官员的关注 大家梦想着能源危机的终结 梦想着中国的科技奇迹 结果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一个时代的注脚 也成了一句警钟 时刻提醒我们什么呢 违背物理和化学定律的奇迹 往往不是科学 而是骗术 那为什么我们开场要提这个呢 因为今天我们聊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 虽然不是水变油 但我看来 它的神奇程度和重要性 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故事是关于如何 把我们这个星球上 地球上应该说最令人头疼的这个材料 就是垃圾之一 就飞机塑料 高效的变回这个燃料 这个不是魔术也不是骗局 而是发生在这个发表在全球最顶尖的 这个科技期刊 就Science上的 这是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的化学研究 这一类的研究呢 一直在持续 这是最新的一个成果 故事的主角啊 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化学家叫张伟啊 一个老师啊 2023年啊 他作为一作啊 发表了一篇 可以说震惊当时学术界的Science论文 证明了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 把塑料转化为液体燃料的可能性 那两年后到2025年啊 那么已经回到了母校华中深湾大学任教的这个 张伟啊 再次以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的身份呢 在同一本期刊上发表了更进一步的突破 那这次啊 他们成功的攻克了世界性的难题 就是含氯塑料的回收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塑料回收 为什么这么难呢 呃 大家知道我们全球啊 每年啊 生产超过3.6亿吨的塑料 其中一半以上的呢 都是聚锡厅啊 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什么聚锡啊 聚丙锡啊 那么我们身边这些塑料袋 什么塑料 食品包装 洗发水瓶子 大多都是这种塑料 还有大概10%的这个PVC 据绿乙锡啊 家里边这个水管门窗啊 到身上的这个我们人造哥包包 脚下的地板啊 手里边银行卡 啊 给你身边的这些电器的电线外皮 PVC 是无处不在的 这些塑料啊 有个共同点 就是化学性质是极其稳定 啊 他们的分子结构啊 就像一根有无数个碳原子 手拉手组成的这个超长链条 每个连接点啊 都是一个异常牢固的 这个碳碳的单链 这种稳定性啊 让他们作为材料 用的时候呢 它是优点 那变成垃圾之后 就成了缺点了 成噩梦了 因为你想靠化学方法 降解他们啊 传统的方法呢 往往需要几百 甚至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那这就像 你要拆掉一个汗死的钢链子 你只能用大火去硬生生的 把它烧溶 是吧 所以不仅会消耗很大的能量 而且呢 过程也太粗暴了 是吧 得到的东西呢 也是乱七八糟的这些混合物 价值也不高 那么像PVC啊 那这个就更特殊了 因为它是 还有多少啊 百分之一半多 57的氯元素啊 所以焚烧的时候会产生 剧毒的二物银和多氯联本 就是烧塑料的时候 那个刺鼻的味道 是吧 这就让欧洲化学管理局 和美国环保署啊 在2023年都开始重新审查 这个PVC啊 它的监管措施 可见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啊 那么有没有更巧妙 更节能的办法呢 张伟啊 和他的团队呢 在2023年的研究里边啊 就做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思路啊 那么这个方面的核心啊 叫做串联裂解 晚计划 那么学过有机化学的朋友来说呀 这个策略的巧妙之处 可能更容易理解 那我们深入的看一看啊 这个化学双打 它是怎么配合的 那第一步啊 叫 β断裂裂解 就聚习听的 它的长链啊 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呢 就发生了碳正离子 引发的β断裂 具体来说呀 就是碳正离子 攻击聚合物量上的 某一个碳原子 哎 形成一个新的碳正离子中心 然后这个中心的会择优 在β的位置发生断裂 也就是距离这个正电和中心的 两个碳原子远的位置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较短的碳正离子片段 和一个末端带双剑的吸听分子 这个过程啊 从热力学角度来分析呢 它是吸热的啊 所以我们要打断相对稳定的这个碳碳单件吧 因为聚习听的这个分子量很大的 分子量很长 所以这种β断裂啊 需要克服一定的这个所谓空间位阻 从传统上的需要比较高的温度 才能提供足够的这个所谓活化能 那第二步呢 就是所谓的碗激化反应 碗激化反应呢 就是这个巧思啊 最巧妙的地方就在这 β断裂啊 产生的这个吸听 特别是碳4碳6这样短烈吸听啊 会立即和反应体系中的异构碗听啊 主要是呃 这个就发生碗激化的反应 从基底上说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碳正离子加成反应 那么吸听的π电子被质子化 就形成了更稳定的输碳正离子 然后这个碳正离子呢 会攻击一无丸的分子 发生分子间的碗激转移 最终的产物呢 就是碳6到碳湿范围内的支链的碗听 这就是汽油新繁殖的这个主要贡献者啊 说起来呢 是比较傲口啊 我做了个动画给大家看看啊 关键在于什么呢 就是这个碗激化的过程啊 它是一个强放热反应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形成新的这个碳碳件吧 而且呢 是从不稳定的碳正离子中间体 变成了稳定的 呃 完听的产物 体系能量是大幅降低的 啊 那么开始图 现在大家知道这个设计的这个巧妙地方了 裂解啊 它需要能量 碗激化呢 会释放能量 那么这两者在同一个反应器中 如果偶合的话呢 就实现了能量的内部循环 那从宏宽的热力的角度来看 这个过程呢 净热效应 它等于零几乎 接近于零 甚至还略微放热 这就是为什么反应只需要70摄氏度的原因 我们不再需要外界啊 持续的输入高温 来驱动这个裂解 因为碗激化反应产生的 就地啊 它提供它所需要的热量 而且这个温度呢 恰好呢 在这个绿铝 绿铝酸离子液体催化剂的最佳活性区间内 就这个催化剂 既能保证足够的这个催化活性 又不会引发副反应 那当然了 关于想法是不够的啊 还需要一个神奇的这个所谓魔法棒 叫什么呢 刚才说过 绿铝酸盐离子液体催化剂 那么这个超级催化剂啊 是非常奇妙的啊 那么我们给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图吧 这个超级催化剂 它能极大的加速裂解和晚期化反应的速率 那么反应稳定器呢 像这个温窗一样稳定啊 那些昙花一线的这个反应中间体 让整个过程活化仅需要 美摩尔十七千焦啊 比传统方法的就低了一个数量级 再一个就是自动分离器 反应结束之后啊 汽油产品和催化剂会像油水一样 自动分层轻松就分离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啊 看这个结果有多惊人啊 在三个小时之内固体塑料会完全消失 转化率接近百分之百 而我们最想要的这个碳瘤到碳石的这个液态晚厅 也就是汽油的主要成分啊 产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 别奇怪啊 超过百分之百的这个数字啊 多出来的质量 正是参与反应的这个异购晚厅啊 它所贡献的 所以实验室啊 用纯净塑料啊 干净的啊 反应获得成功 那它能应用到真实世界的垃圾吗 那么张伟团队呢就用了一些一次性口罩啊 食品包装袋啊 和硬塑料瓶都扔进去了 结果是令人振奋的 也不管原料是什么 最终得到的产物分布啊 都惊人的相似 主要都是高品质的汽油组分 这说明这个技术啊 它是不挑食的 对混合塑料垃圾 有很强的这种朴实性 那更绝妙的啊 是系统的设计啊 反应中产生的这个轻质复产品啊 比如说一丁丸 那么能够收集起来 重新进入下一轮反应 充当这个一钩碗厅的角色 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壁环系统 能够自己给自己提供部分原料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四啊 看到了吧 从20个塑料 废料开始经过反应 得到16克的液体燃料 其中呢 还有相当比例 能够循环利用 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技术突破啊 更是一种 持续发展理念的完美体现 想起什么了 对 池塘养鸡是吧 鸡粪在在怎么 在在养荷花是吧 荷花在在在喂猪哈 所以这是一个生态链 可以说 所以2023年的这个突破 已经可以说足够让我们兴奋了 但是科学的脚步呢 他是永不停滞的啊 张伟他们团队很快意识到 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就是PVC 聚氯烯 他的处理 大家知道PVC是个刺口啊 他不仅和其他塑料一样难以降解呢 而且因为他还有57%的氯元素 而特别有毒 传统燃烧呢 会产生致命的二五英 所以他的祖燃特性 又让这个能源回收效率很低 又很高的温度 结果就是呢 大量的PVC呢 只能填埋 就成了地球的这个永久负担 那么张伟团队在2025年的这个 今年7月份发表的新研究 也是Science啊 显出了一个所谓 以毒攻毒的绝妙策略 看我们的话 这个示意图啊 他们发现了一个化学界的意外惊喜 就PVC啊 在反应中脱落的氯 恰好呢 可以充当之前反应所需的碳正离子的引发剂 换句话说呀 就是本来的这个麻烦制造者 摇身就变成了驱动反应的这个发动机 那这个发现的意义有多大呢 原本啊 处理这个聚系厅 需要人工添加这个输定几率作为引发剂 现在PVC自带这个功能 所以当PVC和聚乙锡按1比1混合的时候 整个反应啊 在30分钟内就完全转化了 生成97%的液态易购晚屏 那最令人惊叹的是反应条件啊 仅仅需要30度 朋友们30摄氏度啊 这就是室温啊 相比我们说传统的这个高温反应列解啊 这项技术 它能降低应该70%以上的这个能耗 当然我们也得客观的看待这些成果啊 毕竟从实验室来说呢 现在是几颗的样品 到能够将来处理数千吨的 数万吨的这个垃圾的工业装置 中间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呢 张伟他们呢 已经在为此准备 张伟回到这个黄东师大之后啊 建立了自己的课题组 研究方向呢 就涵盖了从 废弃碳资源回收 到AI辅助催化器设计的这个全链条 那么也在和实化企业 进行中式放大 推动这个技术的商业化运用 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 张伟计划啊 用AI技术啊 开发更高效的催化体系 大家想象一下如果AI的计算能力 和化学家的创造力结合 我们也许啊 在原子级别的理解和设计 这些反应 让塑料变汽油这个效率 达到前所未有的这种高度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示意图 回到具体的数字啊 这项技术啊 能将混合塑料 废料转化为主要含 碳6到碳12的这个碳流 碳链的汽油成分 那么这就是高品质汽油的黄金配比 而且反应副产品 就是盐酸和一丁丸 都能被有效的回收利用 所以盐酸 大家知道可以用于水处理啊 金属加工啊 这些工业领域 是最常见的这个化缘 实际是吧 而一丁丸 它能循环反应体系 自证实现这个吃干榨净 所以塑料看起来不是废物啊 这全身都是宝啊 那么这个故事还让我想起来 刚才我们提的这个科学和伪科学的根本区别 水变油 是吧 这个骗局 利用我们对神奇科技的向往 和对能源问题的焦虑啊 它背后呢 是空无一物的这种投机和欺骗 而塑料片汽油的反应啊 它背后是无数次失败的实验 严谨的数据分析 对化学反应机里的这种深刻的这种理解和洞察 是 我们说投稿一次又一次投行平易 是吧 你得让人家能复现 所以真正的科学啊 它不追求一夜之间的奇迹 而是通过巧妙的这种分子设计 精确的这个催化剂开发 和深入的这种基地研究 一点一滴的推进我们人类的认知边界 张伟的研究啊 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细节 就是他的新论文里边啊 团队特别研究了各种真实的PVC碎料 比如说软硬管材 电线外皮 他们没有满足于实验室里边这个理想条件 而是直面现实世界的这个复杂性 这种科学态度啊 是推动这个城堡落地的关键 就好像说我们看 胡数的生物学论文 这个营养剂那个营养剂 都是大剂量在小白鼠身上用的 在我们人体身上用 那还早上的 而张伟他们的成果啊 和他是不一样的啊 那回到我们开头的话题 当水变油的这个荒诞啊 到现在塑料变汽油的这个现实 这个对比告诉我们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啊 真正改变世界的 从来都不是那些 声称能颠覆物理定律的这个奇迹 而是深深扎根在这个科学园里 经过无数次实验的这种技术创新 所以这是真正的炼金术啊 不在于点湿成金的幻想 而在理解这个世界啊 最底层的规律 然后用知识和创造力去解开 这些最棘手的问题啊 用牛顿的话说呢 就是站在别人肩膀上 是吧 当然我们也要保持理性啊 这个技术啊 真正要大规模应用 改变我们处理塑料垃圾的方式 还有包括很多工业化的东西 成本库制啊 工艺优化啊 环平啊 一系列的这个工程问题 是吧 但无论怎么说呢 他给我们打开了一个 极具想象力的这个道路 也许若干年之后啊 当我们孩子说 哎 爸妈妈 你们那个时候有塑料危机吗 那问我的 就问爷爷奶奶 是吧 我们可以自豪的告诉他们 是的 我们有科学家 用智慧解决了他 好吧 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也是我们这个频道的初衷 给大家介绍一些新奇的技术 一些脚踏实地的研究 这些不是魔法 而是圣死魔法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